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HSK6,下车第33课,怀念,慢生活,slow life,我们喜欢peaceful life,怀念,怀念呢,它翻译是cherishedmemory, 它成为一种marry,是过去的事情,回不去了,或者说怀念什么,去世的人,怀念已经去世的人,已经死了的人,我们要怀念,想念就不一样,想念什么人,现在还活着的,那你就不能用这个怀念啊,来注意这一点,好,我们来看到这个wom app,wom app这里呢, 你现在的生活节奏是怎样的,你是不是被紧张的生活所困扰,那你每天的生活紧张吗,那首先有这个问题啊,你会觉得累吗,累,或者你情绪怎么样,容易生气,容易生气或者着急吗,你压力大吗,你每天很紧张很累,压力很大,情绪很坏, 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累,情绪怎么样啊,情绪不会说很容易生气啊,压力也不舒服,压力很大 我做一个汉语老师啊,我做一个汉语老师啊,我以前吧,我讲我以前在深圳的工作是很累的,然后上下班,现在的话是,它叫做自雇,是自己做汉语的一个,一个教学啊,所以呢,压力很大啊,面临压力很大啊, 你要自己上课,找学生啊,the market,对吧,很多事情啊,累呢,因为是我自己啊,还有个累的passion,一点,我有很大的热情在里面,不会说觉得累,压力还是很大的啊,好,你呢,你呢,嗯,好,我们来看到这个速,速是很快的意思啊,速度呢,表示这个speed, 你像有这个词,有一个迅速啊,迅速的话,它就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很快了啊,迅速,嗯,你像航速啊,前面是名词,像声音的声音速啊,对,就很快的速度啊,加速减速啊,这些嗯,哎,这个光速,光速,光的速度 嗯,还有这个光,还有这个树,嗯,就是没有一个枣子底的,也有个叫光树,光树的光的那个柱子,嗯,就是那种一树的话,一树花嘛,对吧,捆着的,光树是一树光树,嗯,它这个树呢,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量子,magic word,啊,钟,啊,钟,钟是final,对吧,ending,啊,钟, 有始有终,我们学习汉语,做事情要有始有终,有开头,你要把它做完,啊,这要有始有终,啊,我们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啊,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做事很认真,能够坚持不容易放弃,啊,有始有终,好,再看一下这个威,啊,威,就是很,是吧, 很严肃,啊,很严肃,啊,有权利的,对吧,这种威,啊,比如说那个很有威性,啊,长辈啊,领导很有威性,对吧,哎,你想八面威风,就他周围都很,很威风,啊,很威风,啊,很威风,啊,然后这个圆,圆呢,是这个,啊, original, 啊,圆头,对吧,来源,还有这个能源,乐源,能量的源头,啊,能源, resources,资源,啊,起源,啊,他原,他这个,啊,原头,原来的意思,啊,最初的original,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怀念, 慢生活哈,啊,来看到这个生词先,呃,为期,啊,为为,为期,为期就是,啊,一个一段时间,为期两天,就两天的,啊,for a turnoff,period of,period of,啊,好,嗯,再看一下,啊,平原呢,对吧,plane,还有这个,高原,很高的, 啊,平原,还有一个盆地,啊,就周边的话是山,啊,然后呢,他的中间很,很平,flot,啊,好,嗯,那有看一下封闭的,close,啊,封闭的,符号mark,什么什么的符号,标点符号,对吧,我们的一个标点符号, 好,啊,我们有那个,comma,啊,ex,呃,explay point,啊,还有period,句号,对吧,好,啊,不屑一顾,不屑一顾,啊,就是,哎,不值得,不值得看,哎,just so so,啊,不屑一顾,啊,ignore,totally ignore,啊, 啊,呃,看一下,啊,啊,啊,电源的surprise,power surprise,啊,好,我们来看到这个课文,嗯,好,这个课文,我来读一下了,哈,那,呃,为期三天的假期,我和儿时的好友结伴呢,去西安旅旅行, 呃,呃,去时乘高铁,车乘六个小时,呃,呃,列车缓缓的,缓缓离开了车站,很快呢,就以征服一切的气势,甩开窗外的景致,哎,这很快嘛,对吧,啊,以300公里的时速跨过了桥梁,穿越了平原,车窗外,模糊的影像夹着着西北的 风沙呼啸而过,呃,坐在宽敞桌椅中的人们,享受着齐全的软硬件设施,中国的这个高铁是很棒的,啊,呃,速度很快,啊,而且很好,啊,很舒适,看电影的看电影,打电话的打电话,更多的则是把自己呢,封闭在一个小小的这个手机屏幕中,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符号, 传递的各自的情,各自的情感,嗯,激情于虚拟世界的网民们,对喧哗的世界,流露出不屑一顾的冷淡,嗯,就不爱跟别人聊天交流,啊,看到手机,玩手机,啊,嗯,伴随着终点站到了的广播,啊,我和朋友像千千万万旅途中的人们一样,嗯,没等车停稳, 就兴冲冲的,属候在门口,迫不及待的,投入到西安滚滚的人流当中,嗯,那三天的旅行呢,很快呢,就结束了,我们回程坐特快,将近十三个小时的硬坐,列车没有高铁的微风,啊, 不紧不慢的开出了车站,不温不火,不温不火,啊,就是非常gentle的,哈哈,匀速的前行,仿佛知道一条路上将会演绎出许许多多的故事,啊,act out,啊,演绎,不久呢,我就发现,硬坐车厢,信号很差,无法上网,灯光昏暖,哎, 回程的车呢,坐的是特快就不是高铁,啊,特快,特快就比较慢,特快不快啊,我做过就那个绿色的,啊,好,嗯,灯光昏暗,无法看书,没有电源,耗尽电量的手机呢,无法充电,浮就不是很好, 人多吵杂,混乱的睡不着觉,啊,比赛的车厢里我们想回到五十年前啊,这是中国的特快,没有高铁好啊,我们先看一下生词,啊,久违的就是好久没有见面的,久违了,久违了哥们,久违了兄弟,哈哈,啊,然后见义勇为,啊,就是,嗯, 嗯,见义勇为,看到不好的事情,你能够去,去阻止他呀,去,去做一些事情,红水浮了,啊,贵族知道,贵族,嗯,承包,承包,哎,合同啊,签个合同,不是,不很正确啊,承包就是,本来这个是你的,这个让我来做, 我承包这个事情,嗯,方言,direct,啊,哎,狼狈这个词,我们学一下,啊,in a math,非常狼狈,啊,哇,外面下雨了,我没带伞,啊,我被雨呢,淋得很狼狈,啊,in a math,这还是正确的啊,啊,再看一下,哎,这个家常,呃,家常, 家常,a daily life,家常of a family,啊,哎,我们聊一下家常,啊,就是家里面啊,平时啊,平时平常发生的一些事情,聊一下家常,嗯,回顾也叫review了,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复习一下,嗯,砰,爆炸,啊,you brought,OK,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课文,嗯, 嗯,好,啊,那朋友呢,忽然说,啊,其实有时候吧,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那只有这时候呢,人和人之间才有那种久违的亲切感,啊,你像现在,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啊,都看到手机不聊天,啊,就没有亲切感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数头都没有事情,啊,彼此呢,愿意彼此呢,分享,或者说听,啊,倾听,之后发生的一切,啊,都像是证明朋友的话是对的,啊,昏暗的灯光下,我和朋友开始聊天,他讲起小学的时候,哎,这个是这个他耶,呵呵呵呵,班里啊,颇有正义感的女生的李,李方方如何见义勇为, 在洪水中英勇救人,我感叹初中时,啊,班里那个贵族气十足的男生,他叫,啊,哎,一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十六岁到了农村,从播种开始学习,后来呢,成了一个金,哎,金,金状的汉子,就很,就,啊,的这个,boy,啊,改革开放后呢,第一批,呃,承包了土地, 啊,就此发家之父,他简直就是一代人中的奇迹啊,我们想起小学的弟弟老师,啊,讲课的时候呢,总会带出一些方言 把你调皮的男生呢 千方百计的跟他捣乱 捣乱 捣乱是什么呀 就搞破坏notty 捣乱 捣乱 这个 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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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也是有方言的 弄得老是疲惫不堪 那会儿呢 我真的是幼稚的可笑 就很可笑 中学呢 我们把那个廖氏儒生的诸葛亮 大家诸葛亮知道 是三国时期 一段历史时期 那个诸葛亮 火车上我们边回忆 边开心的笑着 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种 纯粹的开心过了 然后说笑累了呢 朋友看着窗外 我则是观察着周围的人 坐在我对面的像是一对 双胞胎姐弟 他们的叫龙凤 龙凤胎 一个是龙 一个是凤 双胞胎 他们在聊家常 姐姐轻声细语 回顾着成年的往事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 弟弟考上了大学 瞬间这消息啊 成了方圆百里的爆炸性的新闻 那一年过春节啊 这个我也还是先看一下生词哈 拜年之道嘛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拜年 天伦之乐 天伦之乐 天伦之乐呢 是什么 是家里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什么团圆 很安年 云露宵节啊 元宵节啊 也叫我们的龙灯节啊 人特发生的龙灯龙 灯龙节啊 啊 寺庙 temp 寺庙 中国的有很多的寺庙啊 佛教也是蛮盛行的 嗯 佛教 嗯 再看一下啊 社区啊 社区我们用的比较多了啊 community啊 社区里面呢 有物业物业公司啊 房地产 物业啊 这里物业呢 我买一下这里的物业 其实也可以说是 lial estate 房地产啊 现在的物业公司的管理这些房子的啊 一些大的一些 apartment 呀 会有这样的一个物业公司啊 贤惠的啊 一般是形容这个女孩子呢 非常非常好 非常贤惠 家里嗯 哎 照顾的好好的啊 啊 穿啊 这个仓啊 商仓仓促 仓促是什么 aheerate 仓促 无拘无束呢 就没有限制 哈哈哈 unrestained ok unrestained ok 有没有约束的 很自由的啊 free 拘束啊 你想无拘无束拘束的话就是 aheerate restrict 啊 要比较正确一点 嗯 好 之后的话 一般是我们的一个船啊 boat 那现在作为这个radical啊 比如说这个船啊 航班的航对吧 加上这些 嗯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课文啊 啊 那爆炸性的新闻 那年过春节呢 弟弟在学校里呢 没有回家了 家里呢 过得别提多冷清了 非常goat 这个氛围啊 demosphere 那对联呢 都懒得贴啊 中国呢 过年的时候会贴这个对联在这个大的门 两边呢 会贴这个对联啊 一种这个对联的是很棒的 那种文化 虽然弟弟写信来拜年 可全家都觉得没有天天伦之乐 那年除夕元宵啊 不是整个正月呢 都过得没有生气 生是生 lime 气那种那种气氛 lovely 气氛 爸妈大年初一 连寺庙都懒得去 天天感叹 天天感叹 sign 孩子 翅膀硬了 就要飞了啊 人家过年都不回家了 因为过年春节的话 在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都要 各个各地方呢 家里人都要一起回到老家 眼神中流露着失落 satisfied 隔着过道 住着一对新婚的夫妇 新娘 新郎新娘 一边给大家发喜堂 一边说他们是旅行结婚的 啊 哎这个 一般呢 结婚呢 一般是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在嘛 能够一起吃饭呢 过年的时候 一般结婚的比较多 顿时啊 整节车厢都热闹起来 有人提议新郎新娘呢 唱之歌 大家呢 立刻鼓掌响应 啊 那新郎一看呢 就是个老实人 哎 新郎老实人 哎 这样要嫁个老实人啊 哈哈 脸别的通红 说他是社区物业干维修的啊 就会干活 不会唱歌 不过呢 他媳妇啊 媳妇他老婆 wife 不光显然会 歌唱的也好啊 而就让媳妇代表了啊 啊 果然新娘张考就惊动了整节的车厢 掌声赞美声响成一片 这个现场简直就是联欢会一样 这个联欢会 中国人呢 喜欢这个联欢会 尤其是那个春节 春节的时候 全国的那个CCTV 有一个叫春节联欢晚会 非常大 而我们对面角落作者的是一位漫画家 早就用笔呢 画笔记录了眼前的这个一切啊 哎呀 这个就是做一个啊 利皮火车 这我们的特快一点都不快啊 慢慢慢慢下来以后 发现了很多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我和朋友不由的感叹啊 现在交通的的确高效啊 人们随意打发的路上的时间 仓促间投入目的地的怀抱 早就忘了沿途的风景 也是旅途的一部分 人和人无拘无束的交流 也是人生呢 最宝贵的财富啊 哎 若不是如此哈 我们 又怎么会读到古人那一束月光啊 夜夜小舟 或者那青山绿水间所寄托的情感呢 嗯 哎我我这个中国古典文学啊 就是那些诗词啊 破译啊 其实我非常喜欢读 你能感受到那 他们描写山青山绿水 他们的寄托的情感非常的纯粹 好啊 今天我们这个呃 这一刻呢先分享到这里哈 嗯再见